由美军核动力航舰尼米兹号领军 美国日本南韩三国共八艘军舰编队航行 在东海展开反潜联合军演 这是继2022年9月后美军再度派遣核动力航舰 参加美日韩联合训练 因应北韩与中国日益升高的威胁 美日韩三国针对模拟北韩浅舰的水下无人把船 进行合作探测追踪集成等训练 另外也进行了七年来首次的联合海上搜救演练 然而大动作军演也引来中方不满 根据日媒报导联合训练是对于反复试射飞弹的北韩 和不断强化发展海洋的中国 展现出美日韩的同盟合作关系 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 强化安全保障合作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华视新闻蔡星成林玉山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